江湖走 男子汉 叔叔八山 女孩 说啥 有点啥 说哈 有点好哈 一掌 又一掌 看 一切 把手 一掌 彼此当心 群自感同 从来从来不成家 命运好比书里说的便着些法 江湖走 男子汉 痴心的女子爱着她 苦也好 笑也怕 过敏的兄弟不离散 江湖走 男子汉 树水八山 聚得他 风也好 雨也罢 专属百姓喜欢她 爱我就爱 特此剧我来成绝 猛打恨就对 他不肯定人无怨无悔 诸身霸蜀人家 通与不拉西百歹 江湖走 男子汉 出水八山 聚得他 通与不拉西百歹 专属百姓喜欢她 专属百姓喜怀 approval 赏水八山 聚得快 专业用不耳 专属百姓喜怀course 专属百姓喜怀 Spo VI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你今天怎么了 总是点炮呢 来 进来打 站住 干什么去 我去给姐妹们买点点织口红去 你待着吧 这边 这边 六条 七万 梅花 你怎么了 乌若西 小兔 那我给你叫军医吧 不用了 我离关有特效药 吃了就没事了 你们先玩啊 那我陪你去 不用了 你们先打三家 我去就来 去yer 那一极一极了 甘子 好 不用了 我pta 再会 梁晨今天晚上要杀你 怎么 相信我这一次 我得走了 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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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彪 柜条里有请的名义 快去换身 好 旅长 不好了 错失了 快去通知梵俑 我们在王二冲的码头集合 扫机宫刚刚去了研制铺 什么 个老子的 走 我是梁盛 报警长 刚才一个女人 进了桃园地界 一会儿又出来了 什么样的女人 看不太清楚 后来又有三个女人出来 圆圆 就等了 你没事了吧 哦 没事了 吃不药好多了 那好 咱们玩四圈 好 好 好 不是 是梁盛 报警长 凡哈尔跑啊 跑哪儿去了 正在前马头上就回去了 前团长的人到了没有 还没有 你去废话 你马上去告诉他们 务必在马头将凡哈尔击 松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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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事了 哎呀 别急嘛 先给你看看我买的东西 好不好看 现在哪儿过得了那么多 出事了 出事了 好 哈哥怎么样 旅长他们已经去了马头 这么早就来不及了 啊 是吗 好 好 快点点 走 走 走 哈哥 有位兄弟来讲 四圣门各马头 都被宪民团封锁了 我是怕出事 就过来找你们了 个老子的两生 一点情面都不降 哈哥 现在马头上有两艘船 都是开往重庆的 一艘宪民团已经检查过了 一艘宪民团正在检查 检查过的这艘十二年轻航 哈哥你就放心吧 兄弟都准备好了 站住 再给我站住太枪了 站住 站住 走了 坐下 行不行 撤 从上边走 快点 你先上 我掩护 快点 行命远 快走 撤 扫快 快 杨彪 上 别动 别动 杨彪 前面那传将士 快走啊 等会儿 这不算是杨彪的 他们会不会有危险 不行 我得回去救他们 杨彪 他千万不能救 他哥 杨彪 队长 杨彪 杨彪 你什么了 怎么中枪了 没事 挨礼一下 扫机工呢 他为了养护我 被县彪队给包围了 什么 死不起工 站这儿啊 站什么 站住 抓住 站住 快 快 快来人呐 哈哥出钱了 快来人 哈哥 亲戚 亲戚 哈哥 亲戚 哈哥 亲戚 你醒醒 亲戚 哈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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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哈哥 哈哥 这是怎么回事 玉章 玉章他死了 你跟我说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 十两生 那个龟儿子 对旅长下毒手 是我没有保护好旅长 我该死啊 我该死 是我没有保护好旅长 亲戚 你醒醒啊 亲戚 亲戚 这是哪儿啊 哈哥 亲戚 我倒映早替服了 哈哥 没死 哈哥 没死 哈哥 哈哥 旅长 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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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熟人哪 你还活着 奶奶的杨镖 哈哥没死 你要中哈哥死啊 不是 我 刚才旅长在我的背上都已经 旅长 只能上 你面子真大 幸会这面小镜子挡了一下 否则 老子真的没死啊 茶花 你是我的福教 你看 你送我的东西 他能当子弹 老子 老子爱死你了 旅长 梁绅真的要动手了 我儿子梁绅真要之为死地 骚团长哪去了 骚几宫没有回来吗 没有 咱打乱了以后就上了王二冲的船 骚团长他应该已经落入了梁绅的手里 跟老子弹 有没有 集合队伍 慢着 慢什么慢 已经跟梁绅撕破脸了 怕他个球啊 跟他干 骚团长现在是死是活 咱们都还不知道 还是探探情况再说吧 看什么 早晚是个答 骚团长假扮我去复会 二姨太没有在梁绅面前捅破吗 应该没有 还是二姨太报信给我们 还送了一些女人的衣服 我们这才逃了出来 骚团长 虽然落在梁绅的手里 但依依前面的阶行看 二姨太既然没有捅破 这就证明 二姨太能够帮助我们 帮什么忙 真的死了 眼睁睁看见打在心口上了 樊哈尔就算是有九条命 也逃不过一死 郡长 樊哈尔真的被您 元元 樊哈尔一死你好像很难过 郡长 也难怪 一日夫妻百日恩嘛 不过这是为了党国 还是那句话 不要儿女私情 元元知道 知道就好 你去吧 好 来 我去吧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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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懂得不战而屈人之兵 上战伐谋的道理 上战伐谋 他的那个副旅长何君贤 不是在我们手上吗 郡长您的意思是 我就不明白 这个刘过阳上过军校的何君贤 怎么可能真心跟一个江湖的袍哥混在一起 何君贤算是诸葛亮 那凡哈尔撑得起刘玄德吗 笑话 看什么看 老子拉屎没见过呀 滚远点 哎呀 师父啊师父 你老人家去得早 怎么就交了个火币跟土币 为什么没有交个金玉币呀 太苦了我了 是 郡长 奎门方面一点动静也没有 看来凡哈尔一死 竟然没有让军心大乱 这凡哈尔治军还真有一手啊 哈个哈脑袋懂得什么是治军呢 这都是何君贤的功劳 郡长 你到底想要怎样处置何君贤 处置 我干嘛要处置他 我还要栽培他呢 这个何君贤可是个难得的人才 不能浪费了 可是他能不能 怎么不能 一个哈头都能拢了他的心 难道我还不如一个凡哈尔吗 军长一名 还有啊 这个凡哈尔虽然死了 他们的妇女党何君贤也在我们手上 可他们的余部全都是凡哈尔的死党 绝不能掉以轻轻 免得让刘翔那小子钻了空档 局长 要不要派人去安抚一下 传我的手意 就说 凡哈尔自封三军总司令 委员长震怒 让我给正法了 副旅长何君贤 统领旅长之职 何君贤能答应吗 哼 怎么能不答应呢 凡哈尔都能拢了他 难道我还不如他吗 我这就派人去鬼门 还有 你告诉我白菊 让他带领部队沿江待命 一切注意魁门的动向 切不可轻举妄动 我还是那句话 无论如何 得把骚鸡公救出来 他是我生死在一起的好兄弟 我这当大哥的 不能坐视不来 对 大哥说得对 骚鸡公也是为了掩护我们才被抓的 旅长 好 梁生派人来了 什么人 说是要见两位团长 传达军部手遇 没说要见樊旅长吗 没有 有好戏看了 看来梁生还真以为我死了 接到进来 等等 旅长 你先回避一下 请问哪位是樊团长和铁团长 我就是樊团长 我就是铁团长 我是来传达军长手遇的 让骚鸡公念念 二哥 你傻呀 是 嗯 资小玉 奎门樊勇铁团长 樊孝钦 自命司令又围攻英国工厂 打友军白居 慕武党国委员长震怒 被军部政法 特命何军衔接任旅长 即日回奎门就任 即日就任 这即日就任 即日是什么日子啊 君长没说 哎 桑 不 那我们何府里长呢 哦 他还在牢里 那还认了屁 你见鬼了 你没死 想让我死的人 得死到我的头里 要不要 来啊 把这几个人拖出去 是 至少我们可以知道 骚团长只是被梁生关押 他是想利用骚团长这个假的何某人 来收编我们的队伍 不管怎么说 我不能让我的兄弟死在梁生手里 只要梁生还想利用何某人 骚团长就暂无性命之用 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 派人给骚团长送信 然后再想解决的办法 送信 对 怎么送 派谁送啊 我去 你 你开什么玩笑 你跟女人家 你找谁家 我去找梅花姐 这倒是个好办法 从梅花貌似为旅长送信来看 她心里还念着旅长 查花此去 必须要通过二姨谈 好吧 你去试试 我快尝会 千万消息呢 何府旅长 这是军长从县城给您订的韭菜 请您慢用 什么何府旅长 我是丧 这没下毒吧 哪个吃了报子胆敢给何府旅长下毒啊 假惺惺的 要是没下毒 你先尝尝 何府旅长 真 要是不尝的话就是下毒了 那我真尝了 快点 你来 喝一口行了 给老子留点 他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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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一口就行了 没吃什么饭哪你 听说军长已经提拔您为郑旅长了 你提拔我 他提拔我 那樊旅长呢 何先生还不知道吧 樊哈尔死了 什么 宪兵队开了枪把樊哈尔打死了 走 你走 滚 大哥 你真不够意思 怎么死了 我还等着你来救我呢 你怎么死了 大哥 大哥 奎门把军长派去传达军长口谕的人给杀了 棺材就停在军部门口 看来他们是不服从军长的命令了 我就不信 他们也敢杀了何旅长 他 眼下只能请这个人出山了 否则奎门一旦划变的话 我就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何君贤是樊哈尔生前最新人的人 他来他手下的人会听命于他 何君贤会不会是我们这一方的呢 何君贤现在还关在牢里 先以情动他 这类文人最讲究仁义二字 我就不信啃不动他 告诉牢里的人 先给我好吃好喝的伺候着 进来 长官 有人让我带封信给您 好 知道了 真的 是你 茶坊 你怎么来了 怎么 我就不能来了 不能来找我的好姐妹聊聊天了 你还有些甦习 听得都是什么时候 你我都成了 你我都成了 咱俩嘞 你能不能来找我姐姐妹 好 寡妇 是吗 是我的姑娘 可我已经给她报信了 她不听我的 她不听我的 你是个军人 你就不怕 违抗了你的上司 你的军人职责 怎么能允许你那样做呢 我不要这个职责 我什么都不要 我宁愿何而不死 你真的不想她死 现在说这些话 话有什么没有 没话 二没死 你说什么 姐姐 小秦她真的没死 子弹 打到她去口上 幸好被我 送给她的镜子给挡住了 这也算是 她福大命大了 你说的是真的 姐姐当然没死 瞧 这是孝亲给你的信 昊儿不数字 她怎么会写信 是昊儿 是 昊儿 是 昊儿 是 昊儿 昊儿没死 她真的没死 姐姐 其实这次我冒险来找你 是为了一个人 我知道 是 骚团长 不 是 和副女长 和副女长 你也知道 孝亲 和骚团长 是生死的弟兄 孝亲不会抛下 自己弟兄不管的 现在 骚团长正以 和副女长的身份 被关在大牢里 梁生 既然认准了 这个和副女长 又有意 要拉拢这位 和副女长 那么 这正是一个好机会 我们只要 能保证她不死 就一定能 想出救她的办法来 可是 我能做什么呢 骚团长和孝亲 也是生死的弟兄 现在大家都知道 孝亲 已经不在人世了 骚团长 如果知道了这个消息 难免会做出冲动之举 如果那样的话 她就等于自寻死路了 我知道 可是 这又让你违背了军人的职责 做出了背叛良生的事情来 我是个军人 但首先 我是个女人 我没有看错人 我的好姐姐 阿花 没事 你回来了 见到梅花了 见到了 他还一口答应要救骚鸡公 你就放心吧 辛苦辛苦辛苦 梅花没说什么别的吧 他还能说什么别的 听说你死了 他还一直伤心呢 是啊 梅花最心疼我们的大旅长了 哎 我说你吃的什么无名甘醋啊 我们在说正事呢 正事 你们都是军人 而我呢 却只是个唱戏 根本就没有资格 跟你们谈正事 又是怎么了吗 这些 清清 是不是 自从梅花姐姐进门之后 你就冷落了牡丹姐姐 哪有啊 我对你们几个 都是一视同仁对不对 嘿嘿嘿 那你既然对梅花姐姐这么好 你为什么还要赶走她 因为梅花 是良生的人 这是原则文明 你就不想想 在万县 她冒死给你报信 如今 还一直想着你的生死 还要为大救你的兄弟而奔走 她的心 到底在你这边 还是在良生那边 我 你们这些男人哪 整天一口一个的重情重义 可是到头来 你们的情 你们的义 是一个也没给我们女人 自私自利 尤其是一个真相 我们这个生死 也是我们的 我们把女人的事 人和女人的事 我们不想要 更多 我们不想要 可是我烦哈尔 是对不起女人的那种男人吗 你和梁生合伙害死了哈哥 现在要杀要寡随你便吧 小声点 何旅长 什么何旅长 我是扫鸡公 哈哥死了 我也不想活了 你把梁生里个够日的叫来 老子我跟他拼啊 你冷静一点 旅长没死 什么 范旅长 没死 你骗我 是茶花她来告诉我的 你不相信我 你不相信我 你怎么说 你也是梁生的人 你不相信我 我拿什么信念 就凭我的梁生面前 你有拆穿你的假身份 为的是哈尔 既然是哈尔的结义兄弟 我就不能袖手旁观 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 你怎么办 别慌 梁生 已经把你当成何君贤了 他现在正准备拉拢你 顶替法律长的职位 你只要将计就及 将何君贤这个角色扮演到底 答应梁生 到时候 你就可以回奎门 老子是新新巨上的团长 演戏啊 跟吃饭一样简单 那 那我现在就去答应他吧 不能这么急地答应他 梁旅长正在和流降部队接洽 目前尚没有着陆 你只有 慢慢地跟他周旋 等到时机成熟 再答应梁绅 周旋 我 我怎么周旋呢 老子关子这儿 死的心都有了 梁绅已经认定你 这个何军贤 是个难得的人才 所以 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收买你 你只要对他若计若礼 吊住他的胃口 等樊旅长一起兵 我就救你脱身 旅长 怎么一个人在这喝上闷酒了 你就不要发愁了 骚鸡宫那边的情况 不是已经有了转机吗 也不全美了骚鸡宫 我这些女人哪 这话从何说起啊 旅长身边的女人 个个都是传奇女子 你还不执着啊 乱糟糟的 不说不说啊 不说了 梁绅那边已经稳住了 刘翔那边情况怎么样 黄文已经回去 与刘翔进行了接洽 相信很快会有结果 我担心夜长梦多呀 那刘翔要是和梁绅一路货色的话 我凡哈尔就谁都不干 我就不信天下之大 没我凡哈尔的立足之地 会有结果的 我现在还是担心骚鸡宫啊 不知道他能不能夺克这一劫 是啊 我记得你说过在你这些兄弟当中 你最喜欢的是铁姑牛 对啊 你知道我最喜欢哪个吗 难道是骚鸡宫 对 为什么 此人的智慧并不在我之下 军前 你别宽我的心了 骚鸡宫我还不了解 他怎么能跟你比呢 骚鸡宫的特点就是机灵过人 身处绝境 往往就是他这样的人 能够化险为夷 绝处逢生 和副理长 那帮猜还可口吗 军长来了 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见了军长 还不快点敬礼 想我何某已经是阶下之求 不知道用什么方式 为军长敬礼 和副理长 对不起 我再重复一遍 想我何君贤已经是个犯人 不再是什么和副理长 你不应该能够 何先生 樊哈尔已经被我击毙 想必您早就知道了 知道 那又怎么样 军长 打算什么时候击毙我呢 哪里哪里 我可是从来没有这么想 那你关这老子 那你关这何某人 是什么意思 先生是个聪明人 凡哈尔只是个乡野粗人 他目无党国为非作胆 我想先生屈居在他手下 一定难斩其才 而我梁某人 和穆先生一见 只要你答应 回门的旅长就是你的了 你看怎么样 让我当旅长 正旅长 军长 我看这个何军贤 根本没把军长放在眼里 你看他狂的样子 一个穷书生 你懂什么 有本事的人都是盛气凌人 他现在做了我的监牢 自然很没有面子 即便是答应做我的旅长 嘴上也还有留点气节 这些个酸人哪 我听圆圆说 当初凡哈尔在请他的时候 是足足地求了三回 真是三股茅庐啊 为表我诚心 不管他要什么都尽量满足他 虽说不是诸葛亮 可我要做足了刘玄德 好消息 好消息啊 好 好 我知道了 说吧 什么好消息啊 军长 还记得护国军第一陆军总指挥 和军贤否 当然 怎么不记得呀 那可是一代儒家 组织多谋 英勇善战 可惜啊 护国战争之后 他就退出了军舰 从此是音讯皆无 怎么 他现在在凡哈尔手下 去居副里长 哦 今天收到他的一封来信 军长请坐 好 好啊 天助我爷 天助我爷呀 天助我爷呀 这样 你马上修出一封 就说我刘翔求贤若可 不好不好 不行 恐怕要老你大家了 我正有此意 那凡哈尔之所以有气量想我之意 实乃因私放共党王为之 又不愿给梁生当替罪一样 梁生若是不怪罪一趟 那凡哈尔的态度可能会有所转变 所以我们要在去之前 考虑一个万全之策 让他巴吕来也得来 不来也得来 我看呢 你是胸有成竹 快说 有什么妙境 我先去见他 令社局 让杀手暗杀我 逼杀手说出 刺杀我的人是受梁生的指使 这样凡哈尔必然恼羞成怒 从此对梁生死心 到时候 改其易志 也就易如凡掌 这样 凡哈尔 何军贤 包括奎门的上万军队 都是军长的囊中之物 何先生 你还满意吧 将就行 真是让你们军长费心了 这房子都是给我的吗 当然 这都是军长安排的 真的 这还有假 我看像是假的 如果要真的 怎么可能连房契都没有 这个嘛 当然有 那 就先谢谢军长了 军长说了 何先生还有什么要求 尽管开口提 开口就免了 吕副官是个明白人 费心 多为我想想 何先生 您放心好了 我 会尽心尽力的 那就不送了 军长说了 今后 有什么要求尽管开口提 想起了他的要求 就告诉我一事 这个嘛 我正在考虑 那好吧 那我就先不打扰何先生考虑了 你忙 何先生 何先生 不喜欢小猪 还有冰冰子一百只呢 来 冰冰子一百只 上来 何先生 你们这不是欺负人吗 是不是谁啊 老子死了 何先生欺负我们 去去去去去 都给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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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滚 滚出去 都给我滚 不喜欢女人就给她换别的呀 她是个文人 给她多找些绝版的书 好看的 好玩的 古玩字画 军长 一个小小的何军贤 至于您这么费心吗 何军贤是小 可奎门那上万的军队 全都指望这个何军贤指挥了 你说多少钱能买一个驴 放着吧 是 这是干什么 军长知道何先生 是个读书人 就特意从重庆 弄来了绝版书籍 还有这些古玩字画 也是给您的 好 好好好 好 好 坐 好 请 坐坐坐坐 真是让军长费心了 何先生有什么不满意的 尽管开过题 哦 你这是 穷秀才 在乡下穷怕 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实惠的 原来如此 大洋 大洋 大洋个屁啊 我要尽条 什么 怎么了 为难了 这么点事情 居然俯观你为难了 那我当这个轮长干什么 趁早把我送回监狱去 老子眼不见还心不烦了呢还 你 你这是 坐坐坐坐坐 请 说说小而已 说小而已 不要认真 我想我何某怎么可能是那种贪财爱钱之人呢 啊 这个不难 既然何先生开口说出来 我就一定会满足你的 哎呀 你也不知道 骚鸡公现在怎么样 以他的智慧应该不会有事 哈哥 黄先生来了 太好了 人呢 就在义馆里 进行 我们见他去 好 嫂子 哈哥什么事 哈哥 到底什么时候来救我呀 我在这儿都快逼疯了 奎门现在还没有刘翔方面的消息 你一定要稳住 到时候我一定救你出去 哎呀 良生的狗日子 在门口安插了那么多人 你怎么救我呀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你只要一天 不答应良生 出任奎门旅旅长 奎门 就会多些时间 与刘翔方面联系 好 那我先听你的 哎 对了 良生那个老家伙 送给我不少好东西呢 我呢 顺便弄他一道 你瞧 你瞧 你啊 暗地里给我找一个买家 把这房子给我卖出去 到时候我呢 我就带着大洋草 哎 对了 我那儿还有五十根金条呢 你啊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还有心想这个 我呢 是搂操拿兔子 不拿 白 不拿 障碍 长长的思念抵抗 protecting 用力朝你的方向我怕 就算我只是其中一半 而最在乎爱的真假 那些花儿在山崖 厮守泛黄的牵挂 假装成一场混家 那些花儿在床下 绵绵不断的青黄 在温暖中悄然融化 曾经那有过的背叛 没什么要用爱来惩罚 离开你本是一种赎罪 别再让我无力自拔 那些花儿在天涯 那些花儿在山崖 厮守泛黄的牵挂 假装成一场混家 那些花儿在床下 绵绵不断的青黄 在温暖中悄然融化 那些花儿在枝崖 雨过之后又梦发 鲜眼褪去爱却深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